大家好,现在呢是文心兰的一个花期 那么文心兰呢,如果正在长花茎 就是正在开花的时候呢,我们是不用给它施肥的 但是如果你的文心兰在这个时候没有长花茎 也没有开花的话,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给它补肥 来促进它月冬,为什么呢 因为文心兰的话,它的茎叶呢是比较嫩的 特别是像这种啊,特别嫩 这种比较嫩的这种茎叶的话呢 我们在冬天这种温度比较低的环境下 它很容易出现冻伤冻害 可能会出现一个冻死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肥 促进它静夜的一个老化 让它能够长得比较健壮 然后呢,这样它才能够有效的月冬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施肥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证在适宜生长的温度条件下 我们才能够施肥 那么它适宜生长温度的大概就是在15度到25度之间 那么我们保证了这个温度 那么后期再来给它补肥就可以了 补肥这个浓度一定不能过高 我们可以用上这种南科专用有精阳液 稀释的倍数建议大家最好就是稀释2000倍左右 最好就是薄肥 不要过浓 这样子每7到15天呢 给它使用一次 就能够有效的促进它这个静夜的生长 但是后期如果温度慢慢降低 但是它的静夜还没有开始老化 那么我们就要给它适当的喷湿一点凝甲肥 因为凝甲肥呢是可以促进植株静夜的老化 让它加速老化可以让它能够有效的跃动 而且呢还可以增强植株的一个抗病性抗动性 所以将你刷清假西式1000倍 然后也是7到15天给它喷湿一次 然后等到温度降下来之后 温度降到15度以下我们就不要再施肥了 所以在秋季养护的温馨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正确的补肥 这样才有利于它后期这个月冬 要不然的话呢 蜘蛛可能很容易出现这个动害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